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命运有大纲 但是基本上没有内容 什么意思呢 经常我们会在现场举例 那么来创造这个内容 来比较真实的这个live的来教授大家 那么因为毕竟理论归理论 理论讲多了还是理论 不管哪一门派不管谁都好 理论是永远讲不完的东西 与其讲啊讲啊讲啊到不如我们来真的来做 所以呢在场呢 经常我都会live尽量的来 这个创造例子 借着例子呢 来这个不止在指导的这个例子的这个当事人 同时也借着这个例子呢 来这个教授一些概念给现场的所有学员 所以呢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喜欢办这个课因为它充满挑战性 四天里头呢我不晓得 严格来讲我不晓得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所以几乎每一场这个命运应运呢 我们的这个内容呢都大体上的会有所不同 好多朋友呢经常呢回来呢是复习了又复习 所以啊这个非常开心 也非常期待啊 这个接下来这星球开办的这个命运应运 那么我们借着这时段呢 来与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那我刚刚在看回我的一些笔记 看回一些我之前这个指导过的例子 那么想起这个好多年前啊 那个我曾经指导过一对这个夫妻 那他们呢彼此呢都很恩爱 那彼此呢都很这个很呵护着对方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两个人相处呢都一直这个不融洽 两个人都很纳闷 而且有些时候甚至非常的那个抓狂 为什么今天好好的 明天就天气就变了 关系就变了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所以永远呢没办法 好好的去维持他们的这个关系 他说他夸张的描述说 他们的关系没办法维持 好的关系 开心的时光 没办法维持过三天 所以当时呢在帮忙看风水呢 也顺便就在替他们做这个 这个婚姻方面的这个指导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彼此都很希望能够得到彼此的关爱 但有个问题他们没办法 一直没办法去维持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幸福 经常呢这个幸福指数呢 都是这个往上升啊往下掉的 所以很难去维持 没有维持性 好讲到这里呢 他们其实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当时我听他们这样子描述话 那么听到先生就跟我说 他说经常呢 妻子呢都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啊 那担心说什么呢 他一直得不到人家的爱啊 人家的体谅人家的了解 人家的谅解那当然指的是他 那么妻子呢就经常说这个 他得不到先生的这个关爱啦 他的那个啊 甚至啊他的这个体贴啦 他的照顾啦这等等的 好两方面当然都有彼此的那个complain 那个好重点是什么 其实他们他们的问题出现在 现在在沟通的时候 例如说妻子吧 当时先生跟我反馈 妻子呢很喜欢呢 这个把那个以往的那个往事 把他搬来当下来说 甚至用他来指责或者讲先生说 你还记得吗 以前你多么多么的对不起我 你多么多么的没有帮助我 你多么多么的令我失望 那么当然我问妻子说 你对他讲这一些的时候 难道说他现在做得不好吗 妻子也反馈说 这个其实他现在做得很好 只不过他想要提醒他 让他知道说他可以做得更好 好那么当然先生就听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他已经尽量去改变自己 尽量去把自己做好 给他心爱的这个女人 但是问题是他的 不管他做得多么好 他的女人到后面 一定会把之前他做不好的地方 把他给搬进来说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呢 他以前不懂得理财 他以前不懂得那个爱 他以前不懂得浪漫 他以前不懂得维护他等等 甚至在他们长辈面前 好这等等等等的问题 所以一致先生呢 非常懊恼非常气愤 他说我现在对你那么好 难道就补不上吗 难道就没办法抵过 以前的这等等的不好吗 就好像现在对他好呢 是好像一种白费心机式的 所以对于先生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失望 也非常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气馁 那当时我就讲了个故事给他们听 我说这个有一对夫妻要跟他们一样 那一样干嘛呢 一样的 他们都一直把往事搬过来讲 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因为这是人性 这是人的本性 有上过这个命运应运的朋友呢 你们应该知道我在里头呢 会教授大家我们的这个东方心理学 那里面我们讲到人有五种需要 金木虚活土 那金代表是重要性 水代表是挑战性 木代表是成长性 火代表是关系性 土代表是稳定性 那这是我们人天生的推动力 也是我们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做我们做的事情呢 都是为了达到这五种需求 有机会我们再细说 那好 所以当时呢 这个我就举给他们听说 为什么这对夫妻呢 他们不断的在把以前的 以往的故事搬过来讲呢 那问题是出现在 其实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把以往的事情搬出来讲 只是一种工具 这个工具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这个工具是用来提醒你说 好你记得吗 你你对我其实曾经有不好过 所以呢 你其实应该要对我更好 那有些情况的是干嘛呢 他们把这事情拿出来讲的是为了什么呢 那另外这个工具呢 又有另外一个目的 用来怎么样压制对方 压制对方干嘛呢 记得你曾经 不那么好 所以不要以为现在你变好 你就是很好 你还有这个空间带改进 所以请不要骄傲 也请不要放肆 严格来说呢 潜意识上 他们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会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没有东西是摆做的 没有东西是我们会想要做就做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说我为什么 我会做这么的事呢 你要问一问自己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当时我告诉这对夫妻 我说现在像故事里面的这对夫妻 他们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什么呢 一是好 你坚决想要压制对方的话 你继续把他的以往的过失 以往的不对 把他搬出来讲 一直压制他 希望说你能够长期的压着他 使他一直内疚 一直无法翻身 让他一直掌控在 一直会掌控在你的 这个手中 五指三中 那么 你或者你可以选择怎么样呢 感恩于他当下的这个改变 感恩于他现在的进步 感恩于他现在为你做的等等 珍惜当下 与其一直计较以往 所以你要选择哪一个呢 计较以往 还是这个面对当下 如果面对当下的话 就好好的那个去享受这一份爱 享受这一份这个难得经营 培养出来的一段这个感情 与其一直在拿着以往来斤斤计较 而且不止是计较 这个计较还带着怎么样呢 攻击 这计较还带着什么呢 控制 这计较还带着什么呢 这个 诋毁 所以我就告诉这对夫妻 我说你们告诉我 如果你们在指导着这对夫妻的话 你将会怎么样做 你会珍惜当下 抛开过去 还是一直不断的拿过去 来压抑着对方 让他喘不过气 一直内疚的活在你的五指山中 你们会做哪一个呢 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后来呢 他们这对夫妻呢 听了我讲的这个故事之后呢 他们选择了活在当下 好 我们人呢 其实呢 可以不断的一直的 在专注看着他人的缺点 但 如果看着他人缺点 能够让你生活更加的正面的话 那你继续看 如果你要能量够正 能量够强大 你要能够更加正面的面对人生的话 你必须要学习 如何去吸引那个正能量 而要吸引正能量呢 并不是单单凭口说 或凭一个心念 真的要通过实质的行动 去修自己 去培养自己 所以当时呢 跟这对夫妻讲完之后呢 完毕之后呢 他们得到一个那个 启发就是 接下来的日子呢 他们应该好好的 去看一看 彼此已经改善了的 已经改变了的 是为彼此而改变了的 在这里呢 那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小故事呢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我其实没有打算跟他们你们讲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大故事 我只希望说能够分享着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小故事 那么头发也没梳啊 那个也没特别的穿着什么了 那么基本上是一个informer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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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vlog 只是说希望说能够对很多有家庭有婚姻 感情的朋友呢 给你们一个可能提醒 不要一直看着彼此的那个缺点 不要一直看着彼此的过去 也不要把过去拿出来说了 排掉过去 面对当下 走向未来 那么 这个婚姻 这个感情 才会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美满 好 希望 刚才呢 与大家分享的一小段故事呢 能够对你们呢 有所启发 有所这个帮助 希望说你们在这个家庭 在这个婚姻 在这个感情路上呢 能够走得更加的顺着 更加的美满 更加的幸福 好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